睡衣小英雄 慢一点 猫小子 来看看这个小霸王奖杯 我真的很想赢得他 但是这比赛太难了 拖鸡蛋比赛 两人三组比赛 还有滚球比赛 但如果我能用超级猫速 就一定能把奖杯赢回家 可如果是以正常速度 那我就不可能赢了 只有最快的才能赢 不是所有小霸王奖杯比赛 都是要靠速度取胜的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骂尔稳才能赢得比赛吗 不可能 每次都是最快的赢得比赛 康诺 你跑错方向了 奖杯在体育馆里 哦 是吗 但我还是比你们快 快点 奖杯呢 他去哪里了 嘿 看呐 这些是忍者们留下的脚印 所以是夜幕忍者偷了他 我们要把奖杯找回来 神医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装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已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玛亚变身为 猫头一女 葛锐变身为 吻 вперizer 第三 anunci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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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一角英雄 快看 是忍者们 但他们为什么在锻炼呢 我猜他们是想用偷来的奖杯 做些什么 来坐我的猫车 我们知道你拿走了小霸王奖杯 夜幕忍者 马上把它给我交出来 没错 讨赢的家伙们 如果你们能在三局比赛中 战胜我的话 三局两胜 赢得拿奖杯 一定是我赢 因为我是最棒的 不可能 没人能打败我 我是猫小子 是夜幕中最快的小英雄 那么欢迎来到我的小霸王挑战杯赛 我 夜幕忍者 将在这里证明 我是夜幕中最棒的参赛者 月之女 你来这里想要干什么 我想 一场邪恶的比赛 也需要一个邪恶的裁判 比如我 月之女 她来当裁判 不可以 她一定会让你赢的 哦 那是当然的 你们只能接受或者离开 我参加 以我的速度 我们一定会领先 就连月之女也得承认我们获胜 这非常好 所以 嘿 奖杯在哪儿 我非常想欣赏一下 啊 现在不行 不过只要我赢了这场比赛 你想看多久都可以 找到奖杯飞蛾 她一定非常的闪耀漂亮 而一切闪耀漂亮的东西 都应该是我的 第一局比赛 每个参赛者要用勺子把鸡蛋 运到跑到终点 希望最邪恶的那个获胜 准备 预备 我接住了 小心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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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儿晚的日才会赢 记得吗 但我还是要追上去 是时候加快速度 全力奔跑了 超级猫速 呃 慢一点猫小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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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小子 呃 呃 干得好 夜幕忍者 哦 比赛的获胜者注定是我 我应该叫夜幕胜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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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开始第二局比赛了 但像这样 把脚抖在一起的话 我们要怎么跑啊 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很容易 嘿 那是在作弊 哼 我允许他这样做 呃 你们想怎样 我是个坏人 准备 预备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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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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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奖杯了吗 那么继续去找 我要得到他 猫小子 我飞的同时 你用你的无敌猫跳 那样我们就可以带起飞壁侠了 知道了 快点吧 数到三 一 二 呃 呃 等等猫小子 呃 呃 我这是强壮 但是我身体可没有弹性 我们再试试 但是不能着急 好的 我们应该不掉一致的前进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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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怎么把你们粘住 呃 哦 那个人整作弊 不要担心 我们还在比赛中 数到三 一二 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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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不是说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吗 你说得对 我们就要赢了 嗯 哈哈 剩下的路程 我们只要足够快就能赢 快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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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猫小子 我们差点就输了 但是没有 我们赢了 是啊 这是个坏消息忍者 哦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错 忍者们 哦 好了 一局比赛忍者获胜 一局比赛睡衣小英雄获胜 所以 如果谁赢了最后一局 奖杯就是他的 我们可不能输 都怪你们这群没用的家伙 找不到奖杯 现在我要亲自出马 好消息 我要加入比赛 哦 哎 不要担心忍者 我参赛只是为了确保你赢 除了我可能碰巧会打败他之外 你从没说过我们还要跟月之女比赛 笨鸟真不信啊 你说了他可以当裁判 所以他制定规矩 好了 每一支队伍 挑一名选手平稳地站在巨型球上 跑到终点 哦 我我 保持平衡是猫的强项 好了 单请记住要慢而稳 各就各位 准备预备开始 哦 慢慢来就行 我们会赢的 哦 如果我们想要小霸梦奖杯 我就要加速 超级猫 哦 哦 哦 我跑得太快了 我停不下来了 哦 哦 哦 哈哈 嗯 抓住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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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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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个狡猾的骗子 赢的应该是我 是吗 速度快 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我们想要拿回那奖杯 我就必须慢而稳的比赛 水泥小英雄 该上场了 嘿 我们都各赢一局比赛 打成平手 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局决出胜负 而赢得这局的人 获得奖杯 好了 我们要在巨型球上 从这里跑到体育馆呢 这比赛有什么难度吗 就是啊 这一点难度也没有 但你试过同时用勺子拖着鸡蛋吗 这个太容易了 那好吧 但是 要有个忍者坐在我们头上 这个很简单吧 不过你这只小猫肯定会搞砸 所以说我会赢 不可能 我会赢 我知道 我要慢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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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快你就输掉了嘛 你家伙 你都是你的错 你说我的错 可你是个骗子 好 耶 耶 啊哈 谢谢你忍者 这个是属于白天的 水鱼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就像个世界 耶 康诺是这次小霸王奖杯的 获胜者啊 康诺 康诺 猫头英女和月光花 我太喜欢园艺客了 来看看我的向日葵 我的已经长得很大了 它真的长得很大 你也太没精神了 嘿 你的花怎么样 艾玛呀 它很好 非常好 你一定要给它浇足够多的水 我知道 或许你应该把它放到另一张桌子上 那里阳光更充足 我知道 我正准备搬过去 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向日葵 去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园艺社 学到很多知识 谢谢 但我不需要帮助 你们的社团不错 但我是个园艺天才 我想我很了解职务 我不需要社团 也许我需要的只不过是 更多的园艺工具 工具都去哪儿了 月之女的飞蛾 一定是月之女干的 它为什么想要园艺工具呢 它不是只在夜间出动吗 而且没有光 植物不会生长 你们看 我很了解园艺吧 不管它要干什么 都不会是好事 水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驻飞燕 终究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好 艾玛亚变身为 猫头衣女 耶 葛瑞变身为 悲蜜蛇 耶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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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之女一定带着学校的园艺工具 在城市的某个地方 但在哪儿呢 嗯 长满草的地方很适合用来种植物 公园 来做音响机 好的月之女 你在什么地方 千灵眼 啊 嗯 猫头英女 小心前面 啊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让它长在我的花园里 快看 月之女在那儿 月之女 你做了些什么 你们不喜欢我的月光花吗 我还是用你们的园艺工具完成的呢 事实证明 我的月光花成长所需要的养分 全都来自于夜晚的月光 哦 那还真是一棵可怕的植物啊 一棵 还有比一棵更可怕的 等那个花苞绽放后 它会释放出无数的种子 每一棵种子都 都会落到地上 再长出另外一棵月光花吗 长出的这些花中的每一朵 也会释放出更多的种子 然后开更多的花吗 这是谁的计划 很快 我的这些月光花 就会占据其他花的生长空间了 我们要在这件事发生前 尽快想个办法 阻止月之女才行 园艺社教过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除大量的杂草吗 斩草除根啊 容易 不 等等 一棵巨大的杂草会有很多根 你得把它们全部挖出来 如果有一条根被漏掉的话 它就会长出另一棵月光花的 我们马上开挖吧 就用我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的天哪 现在有一个睡衣小英雄被缠上了 第二个来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超级大力金刚手 有挖掘计划呢 不要忘了我也是非常了解原意的 猫头鹰女 挖掘并不是很管用 也许铁锹不好用 但如果我们用音响金爪会怎么样呢 我围着他飞 同时继续挖 而且这次我还一定要避开那些缠人的须根 我们开始挖掘吧 不错不错 是该把睡衣小英雄控制出来 我又一次被缠住了 哦 他还真是丢脸啊 我的天哪 抓到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快放开我的朋友 月之女 嘿 快把我的月光刺还给我 马上就要跑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 讨厌的家伙 嘿 翔 小心 好了 加油月光花 快长啊 释放出那些种子 这样就不会有空间 成长出其他的花或是植物了 所以挖掘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也许是 嘿 我在想如果我们给它浇水会怎么样呢 给它浇水 但那样会让它生长的 但别忘了它不是植物 是个奇怪的月光杂草 或许我们浇水后它就会枯萎了呢 等一下 那根水管给了我灵感 我们可以把软管缠在它上面 然后连根拔起 猫头鹰女 我不确定这行不行 让我来试试看 即使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社团 但是我仍然很了解原因 等等猫头鹰女 哎 停下笨鸟 停下笨鸟 好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只是 用力拉 猫小子快阻止月之女 停下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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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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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被释放出来了 这都是我的错 太糟糕了 睡衣小英雄 我的天哪 它们长得到处都是 很快就会有月光发源了 它会长满整座城市 破坏其他所有植物 没有你的帮忙我可做不到 它说得对 我该向你们寻求帮助 但我想让你们知道 即使我没有参加社团 我也很了解原意 没关系 猫头鹰女 现在有什么主意吗 我会听的 照你们说的做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那些种子现在到处都是了 是风把它们吹得到处都是的 等等 我有个主意对陛下 不管风吹到哪里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风 能够往正确的方向吹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我需要得到你们园艺方面的帮助 计划是什么 跟我来 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 好了吗 佩比侠 我们要刮起一阵风控制种子的方向 好了吗 猫小子 好了 好了 无敌雄鹰展圈 嘿 我的种子 看我的家伙 搞定了 全在里面 好事吗 看我种出更多的月光花 我们来试试你的方法 通常来说植物都喜欢光照和水 但是这邪恶的月光花也许不会 起作用了 起作用了 不 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们 我会回来的 我们做到了 水翼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向日葵众的最好的那个人将获得奖励 太棒了 太好了 我要感谢葛瑞和康诺给我提供的建议 要知道给多少水和光照 这些非常重要 是的 没错 这个奖励是你们的 看不关心 飞臂侠的特别石头 我们为什么又要去博物馆 我们明明昨天才去看了磁石展呀 我知道 但我把我的特别石头拉到那里了 我不想失去那块石头 不要担心葛瑞 我拍了照片记得吗 希望我拍到它了 它在这里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把它放下了 但我忘了把它拿走 你的特别石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吗 没错 它是我叔叔送给我的 是一块很稀有的 来自月球的石头 简直太酷了 我收到它之后 不管去哪都会带着 我们去拿回来吧 这些东西怎么都到这儿来了 所有东西都变大了 而且还变得很重 那我要怎么进去拿石头呢 总之它关门了 因为展览的所有磁石 昨天晚上都被偷走了 哦不 就是说特别石头 也跟其他石头一样被偷走了 到底是哪个家伙 会想偷走一堆磁石呢 或许是那些 会使用磁力的家伙们干的 比如说月光磁 很可能是月之女 哦 你说得有道理 睡音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马亚便升为 猫头一女 葛瑞变身为 飞秘雄 变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水一小英雄 快点 我们越快找到月之女 我就能越早拿回我的特别石头 来做音响鸡 哇 怎么了 猫头英女 看起来好像是音响鸡 受到了强大磁场的干扰 最好飞出这个区域 哦 如果是月光磁造成的 就可以指引我们找到特别石头了 我们要找到的是所有的石头 尽你所能去剁吧 我会的 但是抓紧了 因为接下来的飞行会很颠簸 哦 在月光锅里有列火车 它曾没举起过这么重的东西 去看看月之女是怎么做到的 这可真有趣 现在我的月光磁威力真的太强大了 强大到可以吸住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千灵眼 应该就是那个 是月之女偷了那些磁石 她想用磁石来增强月光磁险窝 她也拿了我的石头吗 我想是的 我去把月光磁抢过来 影响击伐准备 等等 不要那么做 我已把我的石头弄坏了怎么办 超级犀利盘 飞陛侠 那块特别的石头可没你的安全重要 快点回来 我的超级犀利盘很安全的 当我们靠近时 我要把月光磁抢过来 没问题飞陛侠 但我们首先得悄无声息地飞过去 我们要悄悄靠近月之女 月之女 你拿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好 看来我们现在有伙伴了 月光磁力 抓住那些狂烟的家伙 飞陛侠 你还对我们暴露了 我很抱歉 我是因为月之女 拿了我的石头而感到生气的 飞陛侠 你的石头只是小事 我们的任务才更重要 我们要把所有的石头都拿回来 知道吗 还要阻止月之女 增强月光磁漩涡 小心 你们这些手无寸解的家伙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来接招吧 无敌飞陛侠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飞陛侠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飞陛侠 抓住 抓住了 抓住了 飞人们 放开我 飞陛侠 飞陛侠 你还好吗 快好 你必须把所有的磁石都还回去才行 至少把我的那块还给我 白色的小石头就那块 你想让我放弃能拿到任何东西的能力 不可能 但是它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 你倒说说它有什么特别的 它就是特别 拜托 它可是来自月球的 月球 我有个主意 什么 你什么意思 简单 你这个小笨蛋 如果我可以把月球占为己有的话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其他的东西呢 谢谢了小短腿 不 等等不能这样 那样做很愚蠢也很危险 我不在乎 我只想要我的月球 我很抱歉伙伴们 我不是有意让它想出那个主意的 都是我说漏嘴了 没关系 飞臂侠 但现在我们要去阻止它 继续做音响机的话太危险了 它能用它的月光瓷漩涡对付我们 不要担心 我有个很好的主意 我希望你以任务为重 飞臂侠 不要只盯着你的特别石头 我再也不会了 猫小子 好了 我们有三个人 有三件事情需要去处理 月之女 她的磁力 还有她的飞蛾们 那我们就这样做吧 哈哈 就是她 全世界最好的 她就是我的了 月光威力 给我我的月球拿来 很好 有了我的强力词 你就是我的了 只属于我 有我们身一强英雄在 你就想 我的月光石 飞蛾们 给我赶索这些讨厌的家伙们 别急着走啊 飞蛾们 我抓到飞蛾了 猫头鹰女也已经控制住了月之女 去拿磁石 飞臂侠 我的石头 不飞臂侠 那就只是块石头而已 去拿磁石 快点去拿磁石 但它就在边上 月光飞船 起当 那个小短腿 当然只爱它自己的石头了 但那只是月球的一小块 我要的是全部 没想到是你帮了我 而你却只拿了一小块 现在你阻止不了我的小短腿 月光威力 你给我把月球拿来 哦我的天哪 他说的没错 我打乱了整个计划 就指挥了这个东西 是一小英雄 该上场了 走开走开 走开 走开 哦 谢谢飞臂侠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知道怎么阻止月之女了 我只要把我的特别石头扔掉就行了 哼 这是怎么了 我让我的月光瓷去把月球吸过来 它是那么做了 只吸了月球的一小块 我的特别石头 好主意 飞臂侠 你别太得意了 绿色的导弹鬼 熊尼 斩趁 快点 趁他没办法分身 让我们把其他的磁石都拿回来吧 你 无敌猫叫 拿到了 快住手 抢石头的蝶火们 哼 哼 那是我的 全都是我的 拿到了 我们拿到了所有磁石 你的月光瓷没有足够磁力吸引月球了 月之女 它仍然强大到可以这样做 我也足够强大到可以这样做 超级大力金刚手 你可以走了 月之女 我一定会有你好看的 看呐 月球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一旦没有了这些石头 它的月光瓷就没有威力去移动月球了 你愿意放弃你的特别石头真是太勇敢了 你还好吗 还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要清理呢 在博物馆前面还有一整列火车和火箭呢 让我们一起来清理吧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我们拯救了世界 我们为什么又要来博物馆 因为我和爱马亚族礼品店给你买了块新的石头 它没有你那块月球石那么特别 但是 谢谢你们 但我没有特别石头也没事的 它就是块石头嘛 而且它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不过我想那块石头确实挺特别的 因为它真的帮了我们的大毛 或许我是该要块新的了 还是不要了 那个 或许需要还是不要了 幸好你不具备那种叫做下定决心的超能力 是啊 不然我们没法完成任务 动作迟缓的飞臂侠 葛瑞 上课联想咯 你快点来看看我的转球技术吧 快回来 篮球 葛瑞 老师随时都可能会来的 有件事我不太确定 爱马亚 你看 是我看错了呢 还是老师走得真的非常慢呢 简直走得超级慢 走到教室恐怕天都黑了 会看 他不是唯一一个走得这么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今晚来查清楚 顺一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金武黑夜 拯救之间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马亚变身为 猫头衣女 葛瑞变身为 灰人会 贝屏神 毁闭神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输祭神 睡颐角英雄 城市看起来很安静 太安静了 快看那里 罗米欧 他想要干什么 不管他想干什么 我们都不会让他成功的 坐我的飞币侠机动车 就是这里没坐 看到罗米欧了吗 嘿小猫 别逃得这么快 明白吗 我不明白 那就好好看去 它对那只猫做了什么 还好猫没事 就是行动变慢了而已 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的老师和蝴蝶一样 罗米欧用他实验室里的钟表 把他们都变慢了 不能再放任他了 飞币侠 你悄悄溜到罗米欧后面 毁掉那个钟表 我们两个来吸引他的注意 我知道了 无敌飞币侠稳装术 你为什么把一切都变慢 罗米欧 你们好 水雨小英雄 你们来的时间刚刚好 明白吗 时间 我今晚特别的激动 主人你的确很激动 嘿嘿嘿 你也这么认为 我把一切都变慢 是因为当他们行动缓慢后 就没有人能够阻导我掌控世界 我一旦把放在市中心的钟表引爆 冲击波会波及到每一个人 你们就永远都这么慢了 真酷啊 我是个天才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不过以我看来 我可不这么认为罗米欧 飞币侠就现在 他去哪儿了 马上 马上 飞币侠 我在看这只猫呢 真的是太酷了 干得漂亮 缓慢的家伙 哦天哪 他怎么走了 发生什么事了 飞币侠 我忍不住盯着他看 这只猫见着太酷了 但飞币侠 你让罗米欧跑了 你应该要专心点 不用担心 我有个能够彻底阻止他的好主意 有了飞币侠机动车 我可以直接开到罗米欧的实验室那里 而不让他发现我们 快看 实验室在那儿 飞币侠机动车伪装数 你听到什么了吗 并没有 肯定又是鬼鬼祟祟的睡衣小英雄 哦不 有一只鸟 小鸟走开 走开 走 走 嗯 这种情况不常见 等等 那应该是睡衣小英雄 我看见他们了 他看见我们了 飞币侠 加速 你们快看这只鸟 它是在飞 还是坐在那里 人知道呢 别再看那只鸟了 看前面 祝你们三人组下次好兵 如果罗米欧去了市中心的话 他会把整座城市都变慢 跟上陶贼陛 这根本没有用 我的机动车现在也变慢了 看来想跟上罗米欧 只能靠走的了 我们不是应该直接去市中心吗 你着什么急 我们有的是 时间 嗨 接住他 他好像正在休息中 好了 有注意了 如果分开行动 他没法把我们全都变慢 猫头鹰女和我去拖住罗米欧 飞币侠 你就躲在后面 等我给你信号再行动 你放心吧 我这次绝对不会再走神了 好了 这回用最快速度 看好了机器人 对我罗米欧来说 没有什么是快的 一个速度缓慢的飞碟吗 这简直太神奇了 又是你 飞币侠 小心 跑 天哪 你不够快啊飞币侠 我觉得我得好好 学学怎么才能不走神 再见啦 睡衣小英雄 我现在要去市中心了 相信我 再过不久 就有爆炸 你还好吗 我还好 我就是超级无敌慢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是总被其他东西吸引的话 我们早就抓住罗米欧了 你们不该再带着我 这怎么行 飞币侠 我们可是团队 说得对吗 小子 我是很慢 但是如果我专心 还是可以帮忙 我们走吧 追衣小英雄哥上场了 耶 伙伴们 我需要有人带着我一起走 猫头鹰女 你负责吸引罗米欧的注意 我来用我的超级飞币力量对付钟表 猫小子 如果猫从鹰女累了 那就由你来接替他的这项任务 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的动作还是很慢 你要怎么拿到那个钟表 不用担心 这次我不会再被分散注意力了 又是你 也是时候把你给变慢了 你这只笨鸟 好 我们走着 瞧拜 罗米欧 这次可千万不要走神哪 你差点打到我主人 你不要再抱怨了 快点帮我抓住他 只要再快一点点 你抓不到我吧 机器人 我的天 猫头鹰女被抓了 我去分散罗米欧的注意力 直到飞币侠让钟表停下来 来着主人 我已经抓到他了 你又跟我抱怨吗 重要的是我们要立刻把这只笨鸟变慢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罗米欧 超级猫腹 别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要把整个城市变慢 又是你 这次你可别分散我的注意力 无敌猫跳 迟了一步哦 水衣小英雄 现在我要炸掉整座城市了 哦不 大家准备好开派对了吗 我们来个爆炸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什么 耶 你做到了 飞笔侠 你怎么到那儿的 你依旧很慢啊 我或许是很慢 但这一次我没有走神 所以我才能及时赶到这儿 真棒 我终于不慢了 看哪 飞笔侠 做到了 飞笔侠 做到了 飞笔侠 做到了 飞笔侠真是太讨厌了 给我听好了 水衣小英雄 我的时代就要到来 我的时代就要到来 水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世界 嘿 可人 嗨 伙伴们 又抱着你的球了 还想展示技巧 那当然了 但是要晚点 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说得对 你能够不走神 真是太好了 谢谢 超级缓慢的机长 耶 飞笔侠的完美冰计划 哪 怎么回事 冰吗 但现在可是夏天啊 怎么会有冰灵 哇 哇 这真的是太棒了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n 结冰 地毯滑了 大家都站不稳 但是结冰的地方只有马路这边而已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今晚就查查 睡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了 进入黑夜 招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的打击队伍 康诺便升为 猫小子 艾玛亚变升为 猫狠医女 葛瑞变升为 飞蜜蛇 飞蜜蛇机动车能吸附在任何东西上 所以它很适合在兵面上行驶 我们乘坐 我们看一翔鸡吧 这样可以在上面看得很清楚 好主意 猫头鹰女 但我认为飞蜜蛇机动车可以 算了 或许他们是对的 噓 快点儿飞蜜蛇 让我们拯救世界 噓 现在情况更糟了 几乎半个城市都被冰覆盖了 甚至连小猫小狗都成了朋友在互相驱暖 哇 那是什么 千里眼 你们看那里 罗米欧的实验室 这还真是有趣啊 我就知道是罗米欧搞的鬼 在前面那个 是什么 那个 看起来像是制兵机 跟着它 猫头鹰女 我刚刚还在想象我多久 你们这些睡衣小英雄才会出现 你想要干什么 罗米欧 这还不明显吗 为了我的新实验室雪橇 我要把城市 变成由冰做成的过山车 我的雪橇 哈哈哈哈 就差一点点了 哇 如果你想让滑雪变得更有趣 可以依靠我的超级大力金刚手 来推动你的实验室前进 这并不只是为了有趣 虽然这确实很有趣 当白天你们因为站不稳滑倒 而无法做任何事情时 那我就可以掌控 谁在啦 罗米欧想掌控整个世界 是个陡坡 震颤羽翼 我实在进不去 我们得下来 我们得在她 把一切都变成冰之前 阻止她才行 这实在是太滑了 谢了 飞碧侠 哇哦 哎 或许我能够追上罗米欧 因为我的脚有粘性 坚持住 飞碧侠 哇哦 我有一个办法肯定能够奏销 但是我有年年计划 我们可以 我需要些帮助 我们先回到英祥机上 哦 我想还需要再等等 猫头鹰女 用你的千里眼来寻找罗米欧 然后你的飞行技术 能确保我和飞碧侠 不被她看到 千里眼 她在那里 我看 好了 飞碧侠 我会从后面溜进她的实验室 而你从上面进去 这样就能在她发现之前 把她的实验室给控制住 无敌猫跳 嗯 一定是风吧 猫小子就像豹一样在宾馆上跳跃 向上爬 用她的无敌 哇 用无敌 哇 没什么能打败猫小子的 你怎么花那么长时间 真是这可怜的小猫 现在从我的雪橇上 猫小子 小心 这 这真的好冷啊 我现在都不能动了 罗米欧快把我给放 放出去 猫头鹰女 我想我也许可以阻止罗米欧 你看呐 现在不行 飞碧侠快回来 你 猫小子 我们能做什么 不要担心我 罗米欧要跑了 快点阻止她 那很难看 gets her 噐 刚不上我的步伐了吗 讨厌的是一小英雄 噢 黑猫小子 嗯 银翅 这样好多了 好了 这记在实验室上 然后用你的无敌力量 阻止它前进 好 但是 然后我们就能控制住制兵器 出发 飞币侠 呃 等等 你觉得你能击败 像我这样的天才吗 太傻了 无敌大理金刚手 等等 我并没有无敌力量 呃 呃 飞飞飞翔 你在哪儿 猫头有女友妈妈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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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冰冻住的寓意 哈哈哈哈 有两个小冰块 躺在路上 两个小冰块呀 哦 真的是好冷啊 哈哈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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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霞 我有 一个计划 等等 等一下 我有一个 更好的计划 真让人呕呐 要是我能够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好了 再加上我的无敌超能力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超级稀里盘 现在该实施我的计划了 你们要做的是 尽可能帮我撞击罗米欧的冰凳 现在准备好做冰蛋球了吗 或许飞碧侠的计划有点用 来吧 来撞碎这些冰吧 这些冰块人居然想要撞碎 我漂亮无比的冰凳 现在我要让罗米欧看看 如何在冰上行走 超级稀里盘 你好 罗米欧 用我的超级稀里盘 我能在冰上走得比你更好 两句说 我的雪橇是由一个天才发明的 就是我 所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 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 明白了 你等着瞧吗 超级稀里盘 追不上我了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抓到你了 罗米欧 抓到你了 罗米欧 是时候把你们解冻了 水衣小英雄 哦 耶 赞得好 飞碑侠 那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没错 很抱歉我们之前没听你的 不 那是我的错 当我有好的计划时 我应该坚持执行才多 你在哪里 看来罗米欧真的好像被冻在那里了 好人眼的水衣小英雄 你们总是来换换我的脑袱 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们的水衣小英雄 哦 这里还有很多兵 要问谁能在明早之前融化它们 就是我们 水衣小英雄一起换屋吧 因为在黑夜我们拯救了世界 今天没有冰了 我们去公园怎么样 我们可以去骑自行车 但我觉得最好还是进一 嗯 试试日声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去水上乐园怎么样 好主意 我们走 这肯定是我遗漏的一些冰 猫小子的乌云危机 耶 快藏好 我要来抓你们了 可怜的小猫 它们讨厌实实的 可是我们喜欢 快来 大家一起来玩水吧 等等我 弄一身水有什么好玩的 不会让你湿透的康姆 我知道 我只是更喜欢玩捉鸣藏 或许你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弄湿一点点 好玩又凉快 但是 但是我不热 那好吧 你做事量级咯 我来啦 你怎么回事 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了 怎么回事 虽然冰得好冷啊 如果这些奇怪的乌云不离开 那我们整个夏天都没法玩游戏了 你要担心 不会那样的 我们要查查这些乌云是从哪来的 跟着管子看看 这个就是平时直接给洒水装置供水的蓄水罐 但它现在是空的 刚刚那些乌云在水槽里干什么 又是谁放进去的 看飞蛾 也就是说是月之女 睡音小英雄 外面出发吧 祭祝飞夜 掌将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玛亚变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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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头衣女 葛瑞变身为 葛瑞变身为 卑碧小 康诺变身为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行呀 舍女一走 雁雄 如果我们想阻止 更多的乌云出现 那我们就要找到 月之女 让我们再回去看看 那个蓄水罐 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来坐我的猫车吧 不是我干的 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是月之女 她在那儿干嘛 月光威力 制造乌云 把他们一道蓄水灌里 你想干什么坏事 月之女 真是个大惊喜 我就知道用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跑出来 做你们的好人好生 你为什么要制造 这么多乌云呢 害得大家都不能玩了 我就是想那样 小短腿 我从来不玩什么 可笑的夏日游戏 所以我要用我的乌云 来遮住讨厌的阳光 这样的话 你们也不能玩了 但你可以跟我们玩呀 装迷手 要不跟你太阳 还讨厌的睡衣小英雄 玩一整天的游戏 今天就是个小测试 可一旦水槽装满了 我就会让他们一起 飘上天空 那样的话 就没有夏天了 哈哈哈哈 再也没有夏天 那简直太可怕了 你们两个分散他的注意力 我来拿他的月光瓷 试着颠倒他 把所有的乌云都收回来 是吗 你以为能偷走我的月光瓷 嗯 猫小子 好 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哈哈 几多小乌云能对我怎么样 哈哈 得了 你我都知道猫有多讨厌水 这是为你准备的下雨 月光威力 让这乌云紧紧跟着猫小子 你要担心 嗯 我们还按原计划进行 我可以对付这个 好的猫小子 加油 哦 依许我对付不了 啊 哈哈哈哈 我的乌云 现在开始猫小子走到哪儿 就下到哪儿 哇 走开 猫小子 你在干什么 我们需要你 你得去拿那个月光瓷 讨厌 离我远点 下雨都无云 猫头鹰女 你去引开月之女 我去帮猫小子 无敌鹰翅 是 我在这儿 你抓不到我 月居女 嘿 飞臂侠 快点 我来帮你了猫小子 加油猫小子 你能做到的 月光威力 给我遮住那个家伙 嗯 你 快点拿下来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哈哈哈哈 飞鹅们 快去找她 哦 啊 猫小子 啊 啊 你帮我拿开乌鱼 如果我能避开这些雨 就好了 啊 我的月光瓷 跑 猫小子快跑 加油 猫小子 哦 耶 猫小子跑起来 enjoyed 就像一股旋风 哇 啊 啊啊啊 baz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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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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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 离去 不不不不 都是水 全都湿了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要下雨 猫小子 你能不能不要再担心被淋湿了 如果我们不能在黎明前阻止它 它就会遮住整片天空 啊 我很抱歉 我讨厌被弄湿 但你说得对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那我们出发吧 月光威力 把那种乌云变得更大 雨再下大一点 还要紧紧追着猫小子跑 我真的是太喜欢看它像咱想的小猫一样当初跑了 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 我做不到 不要跑 猫小子 我需要你来合力阻止月之女 不要担心 那就只是一点水 雨光威力 把它遮起来 你跑到哪里去了 月之女 把这拿下来 我们又能看见了 哦 不 猫小子 快帮帮我们 你是躲不掉这个的 月之女 我想我绝对可以 只要你一直是一只傻傻的怕水的小猫 那你就永远拿我的乌云没办法 也就是说 是我赢了 我赢了 哈哈哈 乌云们 给我排成一队 围住那只胆小怕水的小猫 不 不 不 哈 现在我可以回去 用乌云把水槽装满了 月光威力 制造更多的乌云 把它们全部放进水槽里 哈哈哈 猫小子 我一定能做到 我讨厌被淋湿 但是我更讨厌自己 让我的伙伴们失望 睡衣小英雄 该上场了 超级猫速 我来啦 睡衣小英雄 比光速还快 哇 惊人的猫小子 在乌云下飞速奔跑 哇 让他们全都跟上我的步伐 什么 等等 你这是在干什么 啊 如果我一定要被淋湿月之女 那么你也要 啊 我也被淋湿了 停下 停下 啊 不要 拿到了 现在轮到我来颠倒这一切了 好了 起作用了 飞陛下 快点 帮我把水槽里的乌云也清空 好的猫小子 超级大力 金刚手 我们做到了 所有乌云都不见了 我们大家拯救了阳光 把那个还给我 啊 我的月光死 弄成这样 我还怎么用它 啊 我会修好的 我下次还会抓到你们 水衣小英雄 你做到了猫小子 我们知道你行的 其实淋湿了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尤其是为了救我的朋友而淋湿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想拯救了世界 谢谢 我来抓到你了 水 真的吗 你还是不喜欢它吗 是的 但那不意味着 我不可以喷你们两个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是者 我当然 不是 我 不过 没有事 你